看到这个视频 我突然有个疑惑 金属探测仪能直接识别黄金吗 它是如何做到的 这期我们就来讲讲 金属探测仪如何找到黄金 金属探测仪的工作原理十分简单 就是利用金属探测仪产生的磁场 让周围的金属导电 金属导电后又会产生一个磁场 金属探测仪感应到这个磁场后 就知道附近有金属了 我们实际再来演示一遍 开启金属探测仪 电源给头部的线圈导电 线圈导电后会产生强磁场 右手定则大家小时候应该都学过 所以线圈偷电后会产生磁场 这个大家应该都能理解 强磁场在释放的时候 如果周围有金属 强磁场就会让金属导电 金属内部就会产生涡流 涡流又会形成一个弱磁场 金属探测仪还会有接收线圈 有时候接收线圈和发射线圈是同一个 接收线圈感受到弱磁场 产生微弱的电流 注意 这个电压很小 不足以驱动金属探测仪的扬声器 就是这个BBB的声音 那怎么办呢 在工程师眼里 这都是机操 所以金属探测仪 通常还会有个功率放大装置 把很小的电压放大到足以驱动扬声器 按道理来讲 只要能导电的东西 金属探测仪都会响 就比如被矿化的土壤 土壤是可磁化的 有些比较古老的土壤 是可以被导电产生磁场的 反之 新土壤一般不会矿化 除了火山 因此矿化后的土壤 是会影响金属探测仪的正常发挥 所以有些金属探测仪 还会显示土壤的矿化值 以供使用人员参考 既然金属探测仪 能识别到被矿化的土壤 那一定可以识别到金属的种类 黄金自然也不例外 那它是如何做到的呢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你看到的一件红色衣服 它之所以显示红色 是因为它无法吸收红色的光 所以它会反射出红色的光 这个就是颜色传达出来的光信号 那不同金属 也会产生不同的磁场信号 磁场也是有形状 强度和波形的 所以金属探测仪 也能通过金属产生的信号 来大致判断你扫到了什么东西 不过 想获得一个干净 准确的电磁信号 除了要考虑到矿化土壤的信号影响 还要考虑大气人为产生的电磁影响 好了 生活很有趣 只是更有趣 这也是求寸冷知识 一定三连支持一下 这对我们很重要 我们下期再见